这个里面的信息重要的 就是精神里头有物质 物质里头有精神 精神跟物质不能独立 不能分开 它是一体 而且这个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 没有受象形式就不会有物质现象 这是德国的科学家 普朗克他发现的 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说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样的东西 物质的本质是意念 这个修书 是现代科学家都承认的 他们都真正看到了 所以水 也妙法是真的 这些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能令 去保持里面包裹的水 帮助他 因法利身 帮助他教训 这些都变成阿弥陀佛教学的工具了 目的呢 是成熟极乐众生的善根 教学的目的 这是阿弥陀佛 真实智慧的妙用啊 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成就 阿弥陀佛